这周围全是山林 根本没人 我估计他偏偏就一个人在这上路 上山的路呢 如果开车的话 从山脚分路就这一条道 老刘已经安排人了 只要他敢回来包转队 好 她在哪儿 我女儿在哪儿 我求求你们 她在哪儿 你们先跟我过来认一认 这是不是她的东西 我初步 诺 诺 他在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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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他平时吃的药 不过标签已经被撕掉了 还没有化验出到底是什么药 林队 朱三他妈来了 肥叔要接你 老公 嗯 先换个这个 好嘞 我女儿怎么死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 他应该是被关在地下室 犹豫饥饿彩 他跟我们说 他只是去浙江 怎么回 他真想跟那男人好 也行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现在的心情啊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眼前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你女儿被害的原因及经过 你仔细想想看 有什么重要线索 可以提供给我们 十年前 你女儿是不是参加了 一个选秀节目 那个节目里 有一个女孩自杀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你 周灿有跟你提过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我们怀疑你女儿的死 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 凶手不仅是伤害了你女儿 她还杀害了其他三名受害者 你们查到凶手了 她是谁 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告诉我 她是谁 我们正在全力调查 告诉我到底谁干的 那女儿当年有伤害过她吗 赵薇 什么意思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赵薇 她当年就自杀了 赵薇 她死了我女儿 什么关系 现在死的是我女儿 你告诉你 你女儿 赵薇 够了 出去 人家 早点上 我bud苹来 你说你 我 鱼我 你不想像我 洗了吗拿着就吃不怕有农药啊 干活了 吴念生的资料过来了 吴念生最后一次在医院留下自己的医疗记录 是2011年的9月25号 他当时去的是中医院 根据病例上显示 他身上有多处的外伤 而且肝脏和脾脏都受伤严重 两个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坏死 大量内出现 应该是他那个工友说的车祸造成的 但是啊 还没有找到他当时的主治医生 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 我去医院问了一下他这个病例 按照他病例上的情况 吴念生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也就活着几年 这起车祸应该就是吴念生作案的导火线 女儿出事 自己活不了多久 这种情况下做出任何极端手段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 医院说 当时是他自己主动放弃手术治疗 悄悄离开医院了 那应该当时就想好这么干了 像这样的 收了两天 一直没出现 我已经让兄弟们撤了 来 喂 您好 林队 找你的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林队吗 我是 您哪位啊 我是李苏琪的 我是我们爹的生子前后面的 有事吗 是这样的 我发现最近我老婆有点不太对劲 她怎么了 她最近有点心神不定的 尤其是上次跟你们聊完天之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到预产期的缘故 今天早上我起床 我发现她不在家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后来她跟我说 她早上跟她闺蜜去吃饭去了 但是我联系她闺蜜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在林传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后来我还从她手机里发现 她查过关于林家家的案件的浏览记录 我没有找到一具尸体 是周灿的 就在胡怡婷的爸爸 吴念生的一座老房子里 她在三年前就遇害了 李思琪 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没跟我们说清楚 胡怡婷的验照 跟你有没有关系 这两天 我们一直在面对周灿的家人 我不知道你们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有周灿她曾经做过了什么 但是我今天看到 她爸妈还有她妹妹 那么痛心难过的样子 我 我听说当时你跟胡怡婷的关系最好 对吗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胡怡婷的父亲 吴念生 你见过吗 胡怡婷那些照片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 胡怡婷 一直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那个 我们的比赛要选出一个冠军 也只有一个人 可以去北京发展 当明星 出唱片 拍电影 如果不出意外 那个人就应该是她 然后呢 陈姐退赛之后 李佳佳的家里 花了很多钱 把她又重新弄回来了 她们家好像把房子都给卖了 把雪也退了 应该是打算一直走这条路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关系就变了 我记得 我记得 那天一整天都下着大雨 白天的时候 我们被安排在舞蹈教室练舞 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拼命 可还是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除了胡怡婷 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那天晚上 都是被罚林振宇 走回当时住的酒店的 好 佳佳 我找四季 来一趟我房间 怎么了 来吧 那我过去一趟 好 进来 门门快睡 这是怎么了 还抽上烟啊 我们还能信你吗 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们还是不是一伙的 当然是啊 怎么了 那你今天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跟胡怡婷一起练呢 那是舞蹈老师她 我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孤立她吗 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跟你说了吗 你就想一直这么被她压着吗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受够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那还不是像 你觉得你有机会吗 你们家现在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我不知道 他们也没让我知道 周三十四万 子兴十二万 我们家到今天下午为止 已经花了三十四万了 难道我们家的钱 就应该这么败为了大水漂吗 四季 我还能再相信你 好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打算把胡怡婷弄走 弄走 什么意思啊 胡怡婷在 我们这儿谁有机会啊 她跟我们不一样 她在大城市长大 大学什么都比我们快 长得也比我们讨巧 那些评委 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 她在这儿一天 我们就都是炮灰 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你们说要把她弄走 是什么意思啊 只要她走了 我们谁都有机会 你们到底想着干嘛呀 办法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但是我们四个必须要一条心 如果我们当中出了叛徒 这些事情就不好办了 我知道你可以的 李子欣她已经同意了 现在就差你了 好 这样啊 我们四个 每个人想办法凑四千块钱 后面的事我和佳佳想办法 还有一点 这个事情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家里人也不行 这四千块钱是干什么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把钱凑齐了就行 我还是担心 如果我们给她拍裸照的话 会把事情闹大 裸照 你小点照 你们要干嘛呀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好了 你只要付钱就行了 什么事你都不用干 不是 裸照大 李子欣你给我听好了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事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家里花的那些钱 来得容易吗 你想让你妈手上那些茧子 你爸每日没意地像机器 上来在场子里上班 他们容易吗 你就甘心他们的钱 这样就浪费掉了呀 你就甘心这样被淘汰吗 然后去打工 当服务员 刷盘子洗碗 就让你待在这个破地方 再也没有出头日嘛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的了 你现在担心的 我们都已经想过了 我们 我们计划得很周全 肯定不会有事 你也给一句话 这钱你是出还是不出 我要 那我去跟我妈妈商量一下 你还是没懂啊 这事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我们就都完了 你明白吗 我 我 我们能让他走 也能让你走 那钱你给了吗 那钱你给了吗 不你 那去乎吧 我去买车 我去买车 你帮你 是不再抓 你们应该 а 我去买车 要走 好了 我就会 到来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哪儿了 我远睡不着 别想太多了 佳佳他们没事吧 没事 这选歌的事 那你选好了吗 没呢 你呢 我选好了 你选了什么歌啊 是一首很老的歌叫晚风 你有没有听过呀 我找给你听一下啊 那 那 嗯 在这里 我找不懂 让我找不懂 从不懂 我们为何心痛 不可承受之中 都放空 不问未来过往 何去何从 多想花生为雨 随着风 心事不知所从 先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自己可考虑清楚了 我 如果我不和爸妈说的话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你没钱 行 我借给你 你给我写个欠条 你就算正式加入了 等时间结束之后 你再慢慢还给我 那天写完欠条之后我就回家了 一直到胡怡婷的照片 全部爆出来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 都已经晚了 一切都不说控制了 很快胡怡婷她就 所以那些照片 是李佳佳和周灿拍的 我不知道 那谁发出去的呢 他们找了一个记者 顾俊明 可能是 那赵长松呢 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还记得他吧 最近有见过吗 我们认为吴念生 还要继续做案的可能 他具体想干什么 在什么时候动手 我们还不清楚 所以只能加强防备 尤其是你们 如果有任何的发现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 喂 晓云 好 晓云 什么回事 赵卡林队 吴晓梅说吴念生 今天一早联系过他 他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他也不知道 他是跟QQ联系他的 就为了了解 你和魏格的情况 了解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啊 我们查了联系他的 那个QQ 然后在空间里面 发现了一些照片 照片呢 这边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我看到的事也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拍的呢 不清楚 但是上船时间是四天前 那查了QQ就我登附地址吗 他做了加密处理 什么也查不到 我来看看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吴念生的女儿胡怡婷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知道这是在哪儿吗 这件衣服是我最近才卖的 在哪儿记得吗 就是月初 我带子豪去南江公园那次 你见过吴念生吗 我怎么可能见过 再说我也不认识他 就算见了我也认不出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想听我说什么 难道我不认识 也要说认识吗 那他为什么会找上你 为什么会偷拍你和 子豪 你下回房间 听话 爸爸跟妈妈说点事 他回房间 滚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当初所有的事情都是灵在门口的 我连去都很少去 别说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 那个女儿自杀以后 的确有人上门来问我当时的情况 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照片不是我拍的 人也不是我杀的 可他偏偏就是找上你了呀 现在死了这么多的人 你怎么还能总做什么事都跟你无关 他不光是找上你 还钉上了子豪 你明白吗 发现传票收到了吗 如果你早点答应 我们现在已经搬到上海了 也就不会有事情破事了 你就是这么看问题的吗 是你们害死了别人的女儿 现在还连累子豪 跟着你一起陷入危险之中 你以为你躲到上海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说之前有人来找过你 是不念事吗 我不知道 再说已经过去十年了 我哪记得这么多 是他吗 我说了我不知道 卫星 人家冷静一点 可以吗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涉及到你家人小孩的安全了 明白吧 现在这种情况还算幸运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干什么 还有机会防范 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 你记不记得有派人来家里面 纯粹是防止意外 怎么办 他不会正跟这时候有关吗 现在不好说 不过他同意在屋子之后一双监控 还可以安排两个人在家里面 我来吧 我老大呢 怎么样了 他儿子刚好像被吓闹了 我催他进去了 我刚才见林子安了 他还是说 老爷和他都不知道当年的事 吴年山现在已经失控了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行 我们去检查一下小区的环境 你们怎么还没走 一会儿就走 到底发了什么 没事 他们只是来接我的 不是啊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很好啊 刚刚老贾把吴年山吃的药 化验出来了 叫美食康定 是一种止疼药 这种药哪都能买到吗 对 不过这种药的药效 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而且长期服用的话 患者会在他产生很强的依赖 也就是说 吴年山对他有很强烈的依赖 对 老刘 明天能调到多少人 从明天一早开始 对县城的所有医院 药店诊所进行暗访 直到抓到他为止 要不要把通缉令也发下去 暂时不用 不能让他知道 我们着用这种情况 其实啊 直接让他们去上海 说不定会更好一些 大夫 好 你们这儿有这个药吗 你是康定啊 有啊 药多少 他贴起什么症状啊 肝脏和皮肠的问题 对了 你看这个 应该 不是这个 像他这种情况啊 还有可能 买这种 多瑞姐分泰里头皮贴剂 这个是外贴的 其实效果更好一点 而且时间还要持久一些 这个药需要多少钱一盒啊 这个 四百多 行 那您记一下我的电话 如果见到他给我打电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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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座 刷拳 回来 接着 咱们 我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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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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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行 赵哥 问到了 美食康定的 应该就是给他爸买的 这是上山的 难道吴念胜还在山上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我一直在找到 我的天啊 我都不想念胜还在山上 你没有想念胜还在山上 我的天啊 我都不想念胜还在山上 我都不想念胜还在山上 那我都不想念胜还在山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